哈喽大家好,本期视频呢,我将为大家展示CT重构我们这个版本里面能做到的几何校正的算法 那几何校正呢,包括两部分,首先一部分是计算旋转中心,第二部分是计算轴的这个倾斜,旋转轴的倾斜角度 那在我们现有的版本中呢,计算旋转中心我们有六种不同的算法 然后轴倾斜角度有一种算法,那我将为大家一一做介绍 那首先呢,我们选取了一个这个平行数 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Ceramic Composites 这个数据,为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展示 那这个平行的平行数的这个数据呢 它是一个纤维增强的陶瓷的复合材料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它的投影部分 那同样的,我们要在进行这个结合教程之前 首先要选定投影数据集 我们选定我们的Ceramic Composites 这个数据呢,是由这个Ali 他是University of Colorado的 他为我们share的这么一个数据 那在此呢,向Ali表示感谢 好,我们继续 X这些类型选择平行数Parallel Beam 然后我们需要输入除了这个旋转中心偏移之外的其他的参数 这里包括最小角度 角度不长 这里已经输入了,以及探测其像素的大小 那一般平行数里面我们不确定哈 不确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默认1 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下一步呢,我们需要选择好重构引擎 这里我们选择RTK FTK算法 最后我们的重构引擎 这个支照比做0.9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打开我们这个计算旋转中心这个窗口 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在平行数 我们有五种这个计算旋转中心的算法 那其中呢,前三种是来自于Termopi的 那这三种算法呢,它是只适用于平行数的 那如果是追行数呢,它是不能够应用的啊 那第一种就是Termopi的HiaVold的这个方法 第二种是Termopi Image Entropy Area 那它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图像的一个商 作为这个无差的这样一个度量 然后利用一个优化算法 进行一个旋转中心的确定 第三个呢,是Termopi Phase Correlation in Fuller Space 就是对我们这个Fleer转换下的 相的相关相互关系 作为一个参考 那它主要是参考 它主要采比 它主要对比呢,是我们的第一 就是零度的时候的我们的投影 以及在镜面方向上 也就是180度下的这个投影进行对比 那大家要注意在使用这个第三种 Face Correlation in Fuller Space 这种方法的时候 我们默认是你的投影是从0到180度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投影数据的最后一章 它一定是180度得到的 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平行数的这个数据 不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的数据有可能是0到270度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种方法是不适用的 你有可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 好,那我们要选择哪种方法进行计算呢 我们可以随便选一种 比如说这里我们选择HearVosMessage 怎么选择呢 就是这里 我们把这个checkbox 把它这个打一个对购 这样就是代表选择成功 下面这里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投影的其中的一张 然后这里有一个预览切片序号 这个是我们这个投影 选择中心怎么确定呢 是我们利用你勾选的这些方法 对选择中心进行一个推测 在推测完成之后 我们会利用这个得到的选择中心的片移量 对你选定的这个切片序号 比如说200就是我们这个最中间的这个投影 做一个预览图的计算 然后这个预览图的计算会显示在右边 那你就会有一个参考 我到底是这个选择中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这样是个目的 那这里呢 你可以通过改变这个蓝色的这个线的位置 或者说我们可以直接改变这个序号 这样可以对它这个序号进行一个更改 以防你想要观察某一个特定的这个切片 比如说靠上方一些的 或者是靠下方一些的 目前呢 因为我们就是想要看最中间这个 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序号改成200 好 现在我们选定了herevo 作为我们的这个计算方法 我们就可以开始更新预览 它显示一个工作中 好 现在我们得到了我们的这个预览图 然后它显示我们由这个方法计算得到的偏移的这个偏移量是负的39.75个像素点 那这个图如果太小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上方的这三个这个工具 来改变这个图的大小 首先最右面这个第三个 是zoom to rectangle 就是说你可以画一个方框 然后它会放大你所选中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会比较清楚 或者是呢我们第二个按钮 是可以做一个位移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移动 这个通常来说是多种图的时候比较这个明显 然后第一个图就是reset 相当于恢复成原始的这个图像大小 现在我们已经恢复成原始大小 我们看出这个tompahiavolves这个method 它其实给我们结果并不是太好啊 那我们可以勾选其他两个tompahiavolves这个method 就这样的话就是三个方法 那在我更新预览的时候 它就会用这三个方法一次进行计算 然后把得到的结果 通过这个预览图的形式放在右边 稍等片刻 好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这个三张预览图 分别是三种方法得到的 然后左边这个radio button呢 它显示哪一张图是被你选中的 你看当我改变我这个选择的图的目标的时候 右下角这个地方 选中的旋转中心偏移量会随之改变 比如说选择第二张 它现在就变成了0 那这三个方法现在是给出了三种不同的结果 那哪一种的效果更好 我们可以放大 但是要注意这个放大和偏转是只能 你能只能使用在第一张图上 但是它会同时应用在第二张其他的图像上 但是你只能在第一张图上去做这个操作 好 我们再放大一下放大到局部 大家可以看出很明显是第三张图 这个phase correlation 这个方法给的结果是最好的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这个fiber啊 中间的这个 那这里结果已经显而一显了 我们肯定会选择第三种 但是如果说在你的情况下 它的差别比较细微 仅仅通过这种观察的方法 你可能看不到 那我们这里右下角还有两个这个工具啊 第一个是对比直方图 那点进去之后呢 它会画出我们现在三现有的这个三个预览图的 呃 直方图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这个beam count 或者呢 把这个y改成log scale 这样的话可以看出来 第二个工具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preview这个图导出预览到主程序 这里可以呃 就是默认的话是三张图同时都被选择的 然后选择对象 我们可以确定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 我们这三张preview 它是被输出了 那如果你想要更 呃 做其他的操作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这个ruler 这个尺子 做一个标注 然后观察这个尺子 下面它的这个 灰度值的变化 这些都是可以在主程序里面做的 好 那现在我们选择第三种 TOMPIE Phase Correlation 然后这里右下角自动变成了Fu 107.5 然后我们可以点击确认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旋转中心偏移 就变成了Fu的107.5 但是这里大家要注意的是 这个数值它不一定就跟我们刚刚在那个旋转中心的那个窗口里显示的是同样的啊 因为呃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 我再打开一下 这里旋转中心偏移量 它的单位是像素Pixel 但是呢我们这里在这个采集参数里面 这里的单位其实是这个毫米 那如果说你的探测性相度不是一毫米的话 那你有可能这个偏准偏移值就不是-107.5 这个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但是不管怎么样 呃我们这个code它会自己在后台做一个这个转换 所以这点其实是不用担心的 好现在我们得到了我们的这个旋转中心偏移量 我把刚刚释出的这个preview删除掉 现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计算预览 这是我们新得到的这个图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旋转偏移量改成0 对比一下在没有这个旋转中心偏移量之前 啊这个图像是很糟糕的 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任何的feature 它这个偏移量其实挺大的 负的107个pixel 然后这个是跟着完之后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提升 好这是我们三种tomopad的这个方法的展示 先把这个删掉 接下来呢我会切换用一个这个锥形术的一个数据 来进行以下的展示 那么这个锥形术的这个projection 它是一个发动机的一个零件 我看到这个零件还是相对来说复杂的 它里面有很多这个不同的结构 我们看看再对于锥形术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做这个结合矫正 好那同样的我们要把我们的投影数据改成这个engine part projection 这个engine part projection这个数据呢 是来自Rochest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是这个Denis Komir 跟我们分享的 我这里也要感谢 特别感谢一下Denis 谢谢他 同意我们将这个数据做一个展示 好 现在我们改 修改一下X2线类型变成追星术 因为它不是某一个特定的CD设备厂家 我们没有它固定的metadata的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从 我这里有一个预览 我们从预览加载一下它的这个值 那这里呢我要把探测器偏移改成0 然后把探测器较移改成0 这两个是我们做几何交诊的结果 做几何交诊之前我们其实是不知道这些数的 我们把其他的数据都输入好 最小角度角度不长 呃 圆到探测器的距离和圆到央屏的距离 以及探测器像素大小都有了一个输入 重购引擎呢 我们不去改它 就是用默认的RTK FDK 哦 这里有一个射线硬化校正 这个我们将会在下一个视频里面做讲究 我这里先不选它了啊 我们就用最基础的这个重购方法 好 现在同样我可以打开我的计算旋转中心这个窗口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 我们之前的那三个通过派的算法已经不见了 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三个算法 是只针对于平行数的 那如果你的数据是这行数 它是不适用的 所以它自动就没有掉了 这里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manual range 就是人工操作选择这个区域 那这里呢 点开之后 点开之后会发现这里有三个数值 我们首先有偏移起始范围 有不长 还有偏移中值范围 那么根据这三个数呢 系统会得到一个这个list 然后一个list的偏移的数据 然后当我们点击更新预览之后 它会对这个list里面所有的这个偏移量 依次进行我们所选切片信号的一个预览图的重构 然后重构之后呢 它会把这些重构图一一都放在右面 然后你需要人工的去用肉眼 进行比较觉得哪一个最好 然后你可以选择那个图 那那个就是你最终得到的旋转中心偏移量 当然这个过程可以进行多次 我们可以由一个大的范围开始 然后慢慢缩小我们的范围 得到最终得到那个准确的数 这里大家要注意 我们定义的这个list 它有一个长度的限制 它必须是最多只能有六张预览图 所以我们这个list最多只能有六个数 如果超过这个 它是没有办法进行计算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个空间的限制 没有办法 然后第二种呢是image metric 就是这个图像这个度量这样一个方法 那它呢就是 其实也是同样的 我们会对这个预览 这个切片序号的这个图进行重构 根据不同的这个配量 重构之后呢 我们会对这个产生的预览图 进行这个指标 特定指标的计算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两个选项 第一个是entropy就是上映的这个商值 第二个是图像的锐度 我们对这个指标进行计算 然后我们去优化进行一个optimization 然后选择那个偏移量能够带来最优的这个图像度量的这么一个数 作为我们最终的旋转中心 那这里呢 想说的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指标 我们这里有一个角度采样因子 因为它是一个 iterative method 那这样一个方法 它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运行时间是比较长的 相对于我们之前那三种 因为那三种它都是在projection 在这个投影的这个domain进行一个计算 所以因为它计算时间较长 我们这里会采用一个角度采样因子 对我们这个原始的这个投影数据进行一个sampling 通常比如说我这里原始它有720个投影 那如果我有一个2的话 我们就是取两张中取一张 那我们就会有360个投影 这样子的话每次重构它的速度会加快 我们的这个optimization的速度自然也会加快 然后这里有一个曲线 这个功能它是不影响你任何的优化的 但它只是为了说我们提供一个合理的曲线 大家看是不是我们有 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个最小值 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范围缩到最小 为我们的优化提供一个加速的作用 或者是一个参考值的作用 那通常来说我怎么做呢 我会把这两个投影 就这两个旋转中心确定的方法结合起来 首先我利用manual range 进行我一个区域的一个确定 可以缩小我的区域 然后在这个特定区域内 当我肉眼很难分辨出哪一张图 更准确或者哪一个偏移量 更准确的时候 我再用image metric做一个 优化的一个计算 帮我确定最终的那个值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把这个manual range这个box 给它划上钩 然后这个-1到1的这个 偏移量是有点小的 这里是像素单位 那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20到20 那显然0.5的不长 它产生的这个预览图就太多了 我们需要改成一个比较大的手 这里用10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点更新预览 现在它就会对所有的这个 像offset进行一个计算 那我们看到 从上到下一次是-20 -10 0 10 以及20 好 同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图放大 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的这个重构 观察一下我们的这个重构区域 大家可以看出很明显啊 0之后的这三张图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这个重影 所以它肯定是不符的 那么就可以把这一部分区排除在外 中指范围可以选 缩小我们的这个范围可以选一个 比如说0 这样的话像素单位不长 就可以变小变成5吧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重新更新预览 就会有在一个更小范围内的图 好 同样我们给它放大 -5和0 我会说它还是有很明显的缺陷的 那-20也是这边有一些这个阴影 应该不是来自于物体本身 所以大概这个范围应该是在 -20到-5之间 -20到-5之间 那么我们选一个更小区 比如说-18 到-6吧 好这样我们的 不长可以更小 比如说3 更新预览 大家可以发现经过三轮的这个计算之后 我们的范围已经从-20到20 变成了-18到-6 继续放大 我觉得最好的两张应该是大概是-12 或者-15 这两张都挺好的 但是由肉眼是很难看见的 -6这个其实还是不好 然后-9这个也不太好 那我们可以把范围变成-18到-9 这个范围其实已经很小了 那我们可以 去用另一种方法 就是ImageMetric这个方法 我把ManualRange这个方法 给它Uncheck掉 -18到-9 然后再ImageMetric 这个里面 我们还是选用上Entropy和这个角度采样因子2的这样一个设定 那我刚刚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曲线先判定一下这个范围它合不合理 -18到-8 对吧 我们选一个最小配音范围 最大配音范围 然后选择中间采样的这个数目 默认的是10 然后我们可以计算曲线 这样的话它就在这个-18到-8之间取10个点 进行重构 然后计算重构之后 Preview的 在我们现在应该是上Entropy的这个量 然后做这么一个曲线 我们就是上Entropy vs Offset 看到很明显中间有一个最小值啊 那这个说明我们这个范围是没问题的 因为这个 最小值大概接近于-14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 要求出的这个渲染中心的评价量正确的值 因为它会是这个上Entropy最小 那有了这个曲线之后呢 我们大概知道它接近-14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个黄线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优化参数下面这个数值 是随着我移动这个黄线 它是改变的 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更小的范围 那这两个最小值和最大值 将会决定我起始点的位置 就是说我每次优化 我会在-15到-11.9中间随机选择一个点 作为我的起始点 然后精度是0.1 优化了数目 我们这里为什么有一个优化的数目选项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优化过程 因为我们这个优化过程的限制 如果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在努力选 找到这个cost function的local minimum 那如果我们起始的位置选择的不恰当 它有可能被陷到另 就是其实它不是正确的值 就它不是整个曲线的最小值 但它是一个local minimum 它有可能陷在那个里面 得到的不是正确值 所以我们会通常来一个优化数目 就是进行多次的优化 因为每一次的起始点是随机选择的 那大概率它是不同的 这样的话我们会每次优化 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 然后我们从那些答案中 再选择一个最小的 作为我们的最终答案 这样就会避免 我们在其他的local minimum中 找不到我的正确答案 这是它的一个目的 那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优化数目 比如说改成3 但通常来说 如果说你的曲线这么明显 就是它是很明显的有一个最低点的 通常来说一次优化就足够了 但是我们保险期间选择一个3 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15到-11 然后进度是0.1 做一个优化 现在开始更新预览 它显示我们这个优化开始 好 现在这个进度条件到了一个33% 在这个中间 这是因为我们相机优化已经完成一次 这里我有可能做一个加速 好 现在已经找到了最终的这个 imagement check 就是-13点 通过imagement check找到了这个配音量 是-13.852个pixel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值 然后这里有一个选项 有一个按钮是可以检查这个上的 上的曲线 那点开之后呢 它会把我们在这个优化过程中 所有数据点的上 这个显示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是不是这个 它是不是找准了啊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个local menu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选定这个-13.852 作为我们的值 点了确定之后 会发现我们这个探测器的偏移的X值改变了 虽然它的值跟那个不一定相同 因为它也是背后有一个转换 在我们这个旋转中心的那个window里面 它找的是物体的旋转中心的偏移量 但这里呢我们是探测器的偏移 而且是单位是毫米 所以它会有一个背后的转换 但没问题 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数值 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数值进行一个预览的计算 然后我们把这个标注为preview 然后它是通过image metric 找到的 好 大家可以看到在某些地方 它还是有一些shadow啊 这是因为这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探测器 旋转轴的这个倾斜角的判断 那大家如果记得刚开始 我其实提到了我们有六种测试旋转中心的方法 但刚刚在这个计算旋转中心 这个窗口里我只找到 我只展示了五种 我们把这个改回去啊 把这个旋转中心片一改成零 那另一种呢 它其实是藏在我们这个计算轴倾斜角度 这个窗口里 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啊 但这个是我们初始的设计 那在下一个版本里我们会把这个方法 放到渲染中心里面一部分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计算渲染中心里找到这个选项 这里的方法呢我们采用的是 Sum of Projection Method 就是我们会对不同角度的这个投影进行一个求和 那原则上来讲 如果说是一个完美的 就是所有的都没有偏移的话 我们得到这个Sum of Projection 但一个前提是它要求是0到360度 就你的图像必须是从0到360度 这样一个全部旋转角的投影 那如果说你虽然说你是一个 这个Combium的这个Data 但是你是从不是全部的这个Full Rotation 你是一个比如说0到270 那这个方法是用不了的 只有是0到360度 我们求投影的这个求和之后 它按理来说应该是中间一个数值的旋转轴 它应该是完全对称的 那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问题 就它比如说这个旋转中心偏移 那它这个旋转 我们这个图它就不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利用这个 在投影的这个Domain上进行一个指标 和倾斜角或旋转中心偏移的一个优化 然后优化之后 我们做这个Cost Function 把这个找到哪里是Cost Function的最小值 从而找到那个偏移量 这是我们Sumple Projection Method的这个原理 那同样的其实跟刚刚那个ImageMetric方法挺像的 这里我们有一个寻找倾斜角 那么会有一个最小倾斜角 最大倾斜角和精度 那在旋转 寻找旋转中心偏移 这里也是一样的 我们有一个旋转中心 最小偏移 旋转中心 这其实应该是最大偏移 最大偏移 小偏移最大偏移 还有一个精度 这是我们的两个选项 你可以选择 或者是我只选择倾斜角 或者是我只选择平准中心 或者是两个同时选择 那如果说你两个同时选择呢 这里会有一个最大迭代次数 这个次数是什么用呢 因为如果你选择两个同时都寻找的时候 它其实是首先我们有一个初始的倾斜角 和初始的渲转中心偏移 然后利用这个初始的渲转中心偏移 我们去做寻找倾斜角的优化 然后找得到的那个倾斜角 最用倾斜角 我们会把那个倾斜角 做一个替换掉初始的倾斜角 然后利用这个更新后的倾斜角 做旋转中心的偏移的计算 因为这两个值 当另一个值不同的时候 其实会对其他一个值造成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一次迭代 然后这里的最大迭代次数就会限制 总共要进行多少次这样的迭代 比方它就是没有尽头 好 然后这里有一个应用差值选项 就是说你在过程中要不要做差值计算 因为你有可能 你计算这个Cose Function的时候 它不是整个 就不是从移动的这个Pixel的数量 不是1或者不是2 那可能要做一个差值 那我们通常来说是会选择应用差值的 如果不是应用差值的话 那它会找最近的一个Pixel 用相邻的这个Pixel的值做取代 好 然后同样我们有一个曲线的功能 这个曲线也是跟你最后的优化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只是说对你做一个参考 你可以使用更合理的这个范围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Cose Function和倾斜角的曲线 那这里你要选择XL的是Tilted Angle 不是LotationCenture Offset 然后计算中心偏移量 那你在做这个计算的时候 你计算中心偏移量是多少呢 那我们通常就是0 或者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输入 然后数据点的个数是5 你也可以用更多的点 然后刷新曲线 它就会计算这5个点上 你的Cose Function的值 然后刷出来 这里可以看到 这也是有个 在靠近0到1中间的地方 是有一个最小值的 那我们其实就是通过Cose Function 找到这个最小值 那我们已经有一个大值范围了 我们其实可以把最小和最大值缩小一点 不用-3 可以用比如说-2 然后最大倾斜角大概也是一个2的范围 这样的话范围会缩小了 然后计算中心 我们之前用别的方法 已经知道它大概是一个-14左右的范围 那我们需要扩大这个 最小大概是-20 最大我们把它改成0 可以 好 在这些参数的确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 这样的话它这个优化过程就开始了 好 现在优化完成 这个方法也是很快的 因为它只是所有的计算都不设计重构 它都是在这个投影的这个角度上做计算 确定 那这里会显示两行数值 那你最优的Tilted Angle 就是我们的倾斜角是0.588度 然后最优的旋转中心是-14.39 那大家会发现这里的这个-14.39 跟我们之前用ImageMetric找到的那个-13.8 有点差别啊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毕竟你的这个Tilted Angle变了嘛 那你的这个Rotation Center Offset自然会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中间这个应用 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 探测器角度这个Implant Angle变成了0.588 就是我们这个找到Optimal Tilted Angle 然后这个探测器偏移量变成了1.439 应该是这个值乘负1 然后再乘上你的探测器像素带小0.1 得到一个1.439 这就完成了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现在呢 我们利用这个Sum of Projection Message找到的方法 可以做一个计算预览 那可以给它改一个名叫做PreviewSum of Projection 好 这是我们两个用不同方法 找到的结合交证的数值 同样我们可以把它改成0 然后我们来做一下对比啊 改成0就是交证之前 我们给它改一个名叫Before 好 现在可以看到很明显啊 这个校正之前有重影 我们其实看不清这个 呃 是一样的这个边界在哪里 然后通过我们这个ImageMetric 这个我应该把它放成两个场景 这样来说清晰一点 左边这个是ImageMetric方法找到的 右边这个是Sum of ProjectionMessage找到的 可以看到大致来说其实都还不错 呃 但是呢 Sum of Projection就是我们有这个Totty Angle 呃 Corrected 情况下的这个数值 这里 我们有这个Totty Angle 加持下的这个数据 这里 好像是更清楚了一些啊 左边这边其实是一堆阴影 我不确定 它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右边这里好像边界更清楚了一些 没有那么多阴影了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提升 那这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 呃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其他视频 好 再见 再见 allowing你养的